Gobin Chains YouTube channel Hello guys,欢迎回来 Welcome back to Gobin Chains YouTube channel 那这次要讲第24周 其实第24周 因为我是6月1号摔的 然后差不多是10号 的时候就 决定说 其实他的伤口其实都是 其實都幾個家差不多了 想說整段證明書申請一下 就不再去看 而且那一週其實 整週基本上都會下雨 瘋狂的下大雨 然後11號吧 星期一的部分 就坐計程車 去那裡申請 整段證明書 其實我犯了一個小小的錯誤 就是一個小小的失誤 就是我的正本 不知道為什麼就不見了 我不知道是我 請電源蓋章的時候 我忘記拿回來 還是我不小心丟在 就是他可能不小心散在 計程車上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是不是這樣但是 我有拿到銀本 我銀本有拿回來但是正本 就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對那時候對我來講很痛苦 因為如果自己要請 保險的話 你沒有正本有些公司 沒有正本是請不到錢的 對所以 baba whatever 然後那時候11號是這樣子去 讀過然後13號原本想說 欸那我這樣子差不多可以去 推推 做點重訓了吧 其實可以做一些輕微的 可是後來發現其實學校那個時候 也沒什麼人 今天車子相對比較少 應該是已經提客的關係 去運動 去運動 有啦有去運動但是 那時候還是很緊 那時候真的很緊 因為你剛大吃特吃完 然後你又剛傷腹過後 那個訓練量真的差很多 差個5到10公斤差不多 anyway 對 大概就是這樣吧 ok 那 第四周 普普通通 我很希望可以講些什麼 可是傷腹的第二周就是 就是一樣啊 吃啊 宅啊 那 然後也因為這些就是受傷的 受傷的原因 所以就宅在家裡 就在跟人家打遊戲 這次的遊戲打的比 以往 在上課的時間打的還要過重 還要更嚴重 這次的資料量至少有500G以上 那到時候 暑假的部分 會慢慢的把它輸出出來 各位之後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你喜歡電話遊戲的話 Overwatch and Minecraft we'll see what's gonna happen next time 第二四周就是這樣 這樣吧 如果喜歡影片別忘記按讚 訂閱加分享 然後告訴我 如果你之前有一些什麼 車禍的經驗 然後你後來 傷腹 傷腹的第一周第二周 發生了什麼事情 情緒有沒有很低落 或是你恢復之後 你馬上去做了什麼事情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 That's it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